到新闻现场来看到 屏东一台大货车掉币没收好 竟然扯到电线 导致耗制灯杆拦腰折弯 不但电线散落 连耗制灯都掉了下来 差点波及其他用路人 而驾驶没有收好掉币酿货 警方也要依法开罚 大货车往前开 刚过路口掉币一勾扯到电线 再这么一拉 把耗制灯杆拦腰折弯 耗制灯当场掉下来 就差一秒不到 险些杂众后方叫车 警方或报道场赶紧疏导交通 因为耗制灯杆靠近底部位置 折了将近90度 电线散落路面阻碍通行 4号早上8点多 屏东这名大货车驾驶 载着工程器具要到美农工作 经过九如香机场外环道 因为钓壁没收好 勾到电线扯弯耗制灯杆 驾驶酒测值0.08 虽然没有伤亡 不过钓壁没收好 根据道交条例30条规定 将会开罚最高18000元 前往工作途中 没收好钓壁扯弯耗制灯杆 除了罚还还要赔偿 薪水恐怕得先上缴 记者苏世伟屏东财务报道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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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